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农村的狗和城里面的狗 它就是不一样 你看农村养的狗都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看家护院的 吃的都是人吃剩的饭 实在没得吃了就去吃两泡拔拔 极少是吃狗粮的 起个名字也是非常合适狗的身份 一般都是叫什么大黄小黑长毛啥的 在外面就有一个狗窝 人是睡在屋里头的 哪有人是挪着狗在坑上睡的呢 你再看看城里面的那些狗 那个命是好的 城里面养狗都是养宠物 有的人是当姑娘当儿子去养的 姑娘儿子来来来到我这里来 衣服裤子都是穿的 我的姑奶奶可洋气了 吃的可不一样了 吃的都是狗粮 根本都不知道爸爸是什么味道的 说实话的城里面的狗 比我们农村人都吃的好 要不是说这狗命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连起个名字都可洋气了 比我们农村老一辈子的人 起的名字都要好听 有的时候在城里面的那个狗被车撞了 你看那个人哭的 那个劲比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哭的都要厉害 反正城里面的狗比农村的待遇都要好